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承担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直通疫情防控一线 空军派出8架大型运输机 紧急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 人民子弟兵承担火神山医院救治任务 明天开始收治病人 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中部战区成立重恶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担负武汉市民生活物资运输保障任务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抽足1400名医护人员 于2月3号起承担武汉火神山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该医院主要救治确诊患者 编设床位1000张 开设重症监护病区 重症病区 普通病区 设置感染控制 检验 特诊 放射诊断等辅助科室 此次抽足的医疗力量 来自全军不同的医疗单位 其中联勤保障部队所属医院抽足950人 先期抵达的陆军军医大学 海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450人纳入统一编组 此外 从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抽组15名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 现地指导医院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 医务人员中 有不少曾参加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任务 以及援助塞拉利昂 利比里亚 抗击埃波拉疫情任务 具有丰富的传染病救治经验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 空军今天凌晨出动8架大型运输机 分别从沈阳 兰州 广州 南京起飞 向武汉紧急空运750名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和58吨物资 我现在就在武汉天河机场 那么通过我身后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7架运输机正在降落 那么预计在今天早上 是会有8架运输机到达这里 那么这8架运输机是分别来自于 沈阳 兰州 广州和南京 那么他们将携带着大量的人员和物资 来这里支援此次的抗击疫情的工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他们是分两排停在了滑行道上 每一排是两架飞机 那么就在他们旁边的U型草里面 还停放着有人员的运输车辆 和物资的运输车辆 以离我最近的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6辆的大巴 也就是人员运输车辆 以及8辆的物资运输车辆 那在这些飞机停稳之后 前方我们已经看到 是有人员是从飞机上 是已经下来 正在集合 稍后他们将在这里统一乘车离开 到达他们需要去支援的地方 现在是9点30分 学战八架空军的运输机 创营夺物安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军队原告医疗队 至此全部集结完毕 这950名医护人员 将与先期抵达的450名医护人员 统一进行编组 共同承担武汉火星山医院的 医疗救治任务 我想他们的到来 也会为湖北人民带来阳光 驱散一瞒 我们严格按照950的战斗动用力 严格要求 严格标准 做了足够的充分的准备 我们赶快打印章 绝对能完成真实任务 医院给我们进行了 为期两天的穿脱隔离服 然后护目眼镜的佩戴 以及N95口罩的佩戴的方法 都给我们进行了相关培训 自己也查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学习了一下 据了解 这批人员和物资 是今天凌晨1点30分开始起运的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师八架大型运输机 先后从某军用机场冒雨起飞 凌晨40开始分别抵达 沈阳桃仙机场 兰州中川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 南京路口机场 在上述四地 完成医疗人员和物资装载之后 八架大型运输机 再次升空飞赴武汉 上午八十五十五分开始 八架大型运输机 每间隔五分钟 一次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 这个呼吸专科的 大夫当了三十多年了 收治了很多的感染性的疾病 对病毒性肺炎的 这个诊治也有很多经验 所以在重大疫情的时候 我们有三十多医务来驰援 我也有三十多医务 把我的这些经验上 叫个年轻的一些医务人员 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知识 以后救治更多的病号 除了空中运输以外 来自郑州年轻保障中心的 150名医护人员 已于昨晚乘坐火车 抵达武汉 目前军队抽组的 1400名医护人员 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主要是以重症 呼吸 传染 等等这些专业为主 军人加上文职人员 是占到90%以上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两岁两岁的防空目标 两岁 那就是说 治愈率最高 死亡率最低 两岁就是零感染 零投诉 昨晚 对于所有军队支援 湖北医疗队的队员 和空军执行运输任务的 官兵们来讲 都是一个紧张的 不眠之夜 我们国防军事频道 也派出四路记者 用镜头 记录下了这次与生命赛跑的 紧急大空运 这里就是辽宁沈阳的 桃仙机场 现在是北京时间 2月2号凌晨的4点半 我身后呢 就是来自中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师的 军用运输机 那么他们也是在 在数小时之前 从厄西的某机场起飞的 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 要把现在已经集结完毕的 这些医务人员 以及医用物资 平安地运抵武汉 加入到抗击疫情的队伍当中 您好 我们想问一下 您这提的是什么东西 这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 对 那背上背的呢 背的是那个背囊 就是包括背入 家里人肯定是担心的 怎么跟他 怎么让他们安心 放心 就是告诉他们 肯定没问题的 种植场上这次战区一定会胜利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甘肃兰州的中川机场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 是2月2号凌晨的6点 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医疗队员已经到达了这里 他们现在正在收拾行囊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工作16年的临床护士 我有义务 有责任 有能力 参加此次任务 爸爸妈妈 感谢你们在家里面 帮我带孩子 我一定会保证完成任务 平安回来 等我 我现在是在广州白云机场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 是2月2号早上的6点20分 那大家可以通过画面 看到我身后的这架呢 就是来执行本次任务的 大型运输机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画面 看到我身后的这支队伍 就是我们从广州出发的 这支医疗队 在这支医疗队中 不仅包含了20多名专家 就连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周琪 也是第二次担负医护人员的运送 除夕夜 他安全地将150名医护人员 从重庆送往他的家乡武汉 作为一名军人 同时也是一个武汉人 能够亲自驾驶飞机 运送医护人员 吩咐任务一谢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与自豪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我们纹令而动 随时飞向党和人民 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现在是在南京路口机场的停机坪上 现在的时间是2月2号早晨的7点50分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医疗队携带的物资刚刚已经装在完毕 按照计划 医疗队的成员们即将开始登机 这次飞往武汉的200多人中 除了医疗 护理等专业人员 还抽组了管理 信息 勤务等保障人员 携带的物资种类也大大增加 既有防护服 护目镜等耗材物资 也有奥斯塔委等一线急需要品 我们进行了三天的全封地制管理培训 建立了行政管理 医疗救护 个人防护 扣心保障四个方面 28个方案 其他之后我们会立个整理医疗物资 进行这个流程的梳理 为这个3号的受治伤员做好准备 解放军报今天刊发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文章说 近日习主席对军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牢记宗旨 勇挑重担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贡献 中央军委专门印发通知 对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 加强军队党的领导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做出明确部署 提出具体要求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要按照通知要求 自觉用党中央习主席决策指示 统一思想和行动 牢记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不负重托不如使命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 疫情防控任务 文章指出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有不少难关要闯 有不少硬骨头要啃 需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挺身而出 英勇奋斗 扎实工作 积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做出贡献 各级领导干部 要坚持以上率下 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 团结带领广大官兵 不负重托 不如使命 以实际行动 向党和人民 交出合格答卷 经过十天的不间断施工 被称为武汉小汤山的火神山医院 已经完成主体搭建 今天上午 武汉市政府与连勤保障部队 进行医院的交接和验收工作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也正式进驻医院 对患者展开防疫救治 这里的位置 就是在于武汉市菜店区的 火神山医院 这里是刚刚进行了一个军地的交接仪式 那么也标志着解放军援助 湖北医疗队的1400名官兵 将正式进驻这里展开工作 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医院的主体虽然是已经建设完成了 但是现场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 正在紧张而忙碌地进行着 后期将采取边建设边接收的方式进行 那么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过去 这个就是病房的一个通风管道 那么由于它的病房每间设置都是负压病房 外部的空气可以进入到室内 但是室内患者排出的一些气体 需要经过这个管道的一道过滤 再来排出室外 据现场的负责人告诉我 医院共设置了1000张床位 用于接收确诊的患者 1000张床位对于每一名患者来讲 可以说都是一种希望 我们也期待着后期从这里 传出更多患者被治愈的好消息 作为主要救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确诊患者的专科医院 火神山医院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模式建设 按照占地医院的方式设计 医院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 供编设床位1000张 开设重症监护病区 重症病区 普通病区 设置感染控制 检验 特诊 放射诊断等辅助科室 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全部到位 开展了人员的编组 培训 以及收治病人前的准备工作 现在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 我们预计明天可以开始收治病人 今天是军队白衣战士驰援武汉的第八天 这些天里他们夜以继日与死神较量 很多人甚至没能给家人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寄托着病人希望的他们 也同样承载着家人的担心和牵挂 记者见到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队员彭于的时候 他正在病房清洁区准备防护用品 从沟通协调病人转入 到帮助从红区出来的战友消毒 再到监督医护人员穿脱防护服 彭于每天都要这样连轴转14个小时以上 因为我们整个的开病房的时间非常的短 可能各个班的一些职责流程 都在足够的梳理完善中 每一个医生护士或者是护士和护士之间 都一个磨合 然后每天都会把它整理成一条一条一条 再进行工作的讲题 可能现在的一些工作模式 跟咱们在医院的工作模式是远远不一样的 要求会更高 然后程序会涉及到的更严格和严谨 来到武汉才仅仅七天 可彭于已经在病房连续工作了一百多个小时 正值大年三十 家里面我在医院值了四天班 没有回去 也是因为医院也在做防控的一些准备 因为我们医院也有传染科 完了以后呢 也不太想让家人在三十的时候担心 就让他们觉得我好像还在值班 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 彭于瞒着丈夫就上了战场 直到丈夫看到新闻 才知道妻子奔赴前线疫区的消息 担心的丈夫多次打来电话 但是彭于根本没有时间多说几句 几天后 彭于看到微信里已经有四千多个未读信息 里面还有丈夫发来的一段话 因为之前老公还觉得是没有考虑到过多的自己的安全 家里面孩子也小 我在想他是因为担心我 包括我出发 我没有告诉他 没有告诉我的父母 我是不想让他们担心 我也知道他第一次知道我要出发 怪我其实并不是怪我 是因为担心我 等到他平静了以后 给我发了一个非常让我暖心的短信 那一刻我觉得 我们俩心灵感应是相同的 其实还有许多像彭于一样的医护人员 此时此刻正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 在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 还有一对夫妻 一个是护理组负责人 一个是专家组成员 进驻武昌医院已经七天了 两人还没碰过面 记者在隔离区外的走廊 邂逅了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她是仲月侠 空军军医大学原恶医疗队的护理组负责人 王鑫是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的专家组成员 负责对武昌医院治疗方案进行指导 原本计划全家一起陪母亲去成都过年 可接到出众命令后 夫妻俩立刻退掉机票 收拾行囊 奔赴疫情防控一线 夫妻俩特别珍惜这难得的一小会儿在一起的时光 王鑫仔仔细细帮妻子仲月侠套好防护服 帮她在后背写上名字 简单地叮嘱几句后 两人又要奔向各自的战场 为缓解武汉市民生活压力 经中央军委批准 根据中部战区命令 驻俄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今天正式抽组成立 他们将担负武汉市民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任务 一直持续到疫情封控结束 早上七点 驻俄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出动50台军用卡车 将200多吨生活物资 从武汉市各大配送中心 调运至武汉三镇 供应各大超市 今天是运输队第一次执行任务 能为驻地人民 解决实际困难 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由驻军部队和军事院校 临时抽调组成的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配备130辆军用卡车 260余名官兵 他们将根据地方配送中心的每日需求 派出运输力量 保障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 看到人民子民来这里 我们心里有底了 会感到非常安心的 运力支援队 主要担负武汉市生活物资 供应运输保障任务 确保市民吃上新鲜蔬菜 生活物资正常供应 这次运输保障任务 从今天开始 一直持续到武汉市疫情风控结束 抗击疫情众志成城 这几天 湖北民兵争分夺秒 增援火神山医院建设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岗位 不同职业 但此时此刻都保持战斗状态 全力投入疫情阻击战当中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 抗击疫情阻击战中 湖北民兵自告奋勇 全力投入抗疫一线 昨晚10点 40位民兵迅速集结 紧急持援火神山医院建设 若有战 朝必回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更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 要求到疫线来 为咱们这个疫情工作 注射自己的一分力量 民兵们彻夜奋战 完成了1000张病床搬运任务 用实际行动为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在湖北省荆州十首市 当地人五部 动员所辖9个乡镇 500多名民兵 参与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在执行各类防控任务的同时 协助村组社区 做好疫情防控排查 疑似病例 上报隔离等工作 我们现在每天 十多民兵 二百六十人士 积极参与地方的防御工作 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 一定会打赢这场防御的攻击战 热心佣军19年的 宜蒙新红嫂朱成龙 连夜驾车13个小时 从山东省宜蒙山革命老区 送来20吨水饺 让奋战在武汉疫情一线的子弟兵 能第一时间吃到家的味道 三天三月赶制了20吨饺子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在一线是那么的艰辛 让子弟兵们能吃到 一门老区来的水饺 让康吉一线的军队医护人员 和执行防控任务的部队官兵 让大家都感受到 人民的深情厚意和温暖 没有不遇的伤 没有过不去的荒凉 穿过黑夜 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明天的阳光 让我们致敬奋战在一线的 百亿战士 和所有投入到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的人们 天天凌晨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1号通告称 自1月23号10点起 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我要求你们 一个也不能走 天员快来 让我们有些些人 要 简单一点 医生是第一 这是职责 第二肩上在 常州我们军装 然后就是叫人老党员 任何一个身份 都是一不容辞 我们都是往前走 若有战 朝必回 四周吧 二周 走 五周 我看见你拍的那张照片 因为他要6到8个小时 你只有在延堂那 你就没办法伤自首 怎么办 我向后加入 好 好 叫什么名字 你这就没有名字 你这就没有名字 加油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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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